嗨,大家好,我是Penny 想要问大家就是在这段COVID-19的隔离期间 大家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好好照顾身体啊 有没有好好照顾饮食 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呢 就是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 提升自身免疫力 这样你才有资格去好好地保护你的家人 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呢 就别出门 如果是有重要事情想要出门的话 记得要把口罩先戴上 好多朋友都问我 在这段期间呢 我都在干什么事情 我想说我都跟你们一样 就是耍耍肺啊 就是该吃的 该喝的 该睡的 我都做足了 都睡到饱 吃到饱 就在这段时间呢 平时就是起床的时候 也不一定是说早上 因为我比较经常熬夜 然后就是起床的时候呢 就会先喝一点清水 然后再吃一吃 就是服务品 这样子的 supplements之类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就会做点运动啊 做点运动 然后吃早餐 午餐 晚餐 我都会选择 比较清淡的饮食 这样子的话 在这段期间呢 mco的期间呢 我就不会变成 大胖妞 这样子 然后呢 我觉得在这段期间 我们能做东西 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提升自身免疫力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保护自己 然后不会在这个期间 这么容易地染上这个病毒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有很多种方法 是可以提升免疫力的 例如运动 饮食 辅助品 我本身呢 就是非常注重在辅助品 我本身呢 对辅助品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要求的人 所以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 我到底是 就是用了哪个产品 对哪一个产品 是非常满意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我都会空腹喝一包 清阳小白包 它味道非常好喝 酸酸甜甜 试过的人一定爱上 它主要的成分呢 都是白梨如醇 既能够保养 也能够保健 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上阵子就是 经常熬夜啊 然后就找很多痘痘 然后我觉得喝了它之后呢 痘痘也在减少 然后豆瓣硬呢 也可以很有效的 就是淡化 我会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小白包 所以啊 经常熬夜的朋友啊 经常找痘痘的朋友啊 然后想要调理自己升职的女生 你们一定要选择 清阳小白包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